接下來要告訴您的是 2012年的食品業 整體營收都下滑 但是傳產業的龍頭 未全都讓貴硬充 他還打算要在北京 來個大擴廠 而未來要留住人才 去年他已經加薪3% 今年他說他還打算 要繼續加薪5% 來留住所有的人才 我們的成長應該有 20%的營業的成長 不受毒食品風暴影響 食品業整體營收 後月衰退0.44% 未全營收及獲利歷史成長 董事長 威英聰 還要在兩岸大擴廠 在杭州的部分 那個大概是有 將近一千噸的產能 我們預計大概 我們北京廠要來拖廠 擴廠之外 為了留住人才 及去年底加薪2% 威英聰承諾 今年還會再加薪 我大概每年 大概會有目標 大概平均每年 我們大概會調薪 大概50% 去年是全部都有了 有有條有條 威權連兩年調薪 同意沒有調薪動作 但喊出大真材 達出起薪3萬5 加3個月獎金搶新鮮人 整個培訓時間 一定會超過一年 要超過一年 有時候會到兩年嗎 是 零人應該是 大概都 大概3萬5到4萬塊左右 餐飲業王餅和鼎泰豐 也喊出嘉薪3% 至於瓦城服務院回應 嘉薪只透露會大幅 真材1200人 看到傳產食品業動起來 就希望留住人才權力 平均地 中文台新聞 林志穎 潘凱豐台北 傳播到